喂 聪聪忙忙干嘛去呢 什么 一飞独不天下更新了 等等我 我也去 第667集 台下不知情的人看到纪云开真容展露的那一刻 一个个瞪大眼睛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徐氏期待太低了 许氏先入为主地认定 纪云开面具下的脸丑如鬼魅 当纪云开完好的半张脸露出来 落差太大 以致众人在惊艳过后 惊得合不拢嘴 收不回眼 燕北王妃 皇上早就知道纪云开的脸好了 但是在面具掉落的那一瞬间 在夜明珠的灯光 直射在纪云开脸上的那一瞬间 皇上还是被惊艳住了 面具掉落露出轻视真容 那一刻的纪云开真的很美 美到能让帝王不惜用江山去换 不仅仅是男人 便是女人在看到纪云开的那一瞬间也惊艳了 纪贵妃坐在皇上身旁 看到纪云开露出的绝世容颜 看到皇上的表现 眼泪呼的流了下来 面对如同明珠一样耀眼的纪云开 她要拿什么跟纪云开争呢 面对根本就不屑跟她争的纪云开 她要怎么跟纪云开争呢 你居然长得这么好 天舞公主被凤旗一踹摔得趴在台上 她抬头看到夜明珠下明艳动人的纪云开 心里懊悔不已 早知纪云开的长相这般出色 她绝对绝对不会摘下纪云开的面具 就算给纪云开灌上一个欺君之罪又如何 这样的长相 有哪个男人舍得对她下手 小师妹 你的面具 凤旗是第一个反应过来 她弯腰捡起落在地上的面具 上前一步递到纪云开面前 修长白皙的手指 轻轻握着金色的面具 面上带着宠溺的笑 眼里只有纪云开 哎呀 燕北王妃和凤旗公子好配啊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众人顿时回过神 看着站在台上的男女 男子俊秀挺拔 轻易绝伦 女子美丽出城 倾国倾城 两人站在一起 真的说不出来的相配 但是没有人敢说出口 大殿性的出奇 就在此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 打破了这份安静 本王的王妃 除了本王外 谁都配不上 随着话音落下 一身黑衣的萧九安 大步走进殿里 燕北王 燕北王 宫殿上的人 无论是文成还是武将 又或是皇亲宗士 在看到萧九安走进来的瞬间 一个个眼睛都瞪直了 他们没有看错吧 燕北王不是在燕北打仗吗 怎么回来了 王爷 台上 季云开也惊了一跳 震惊过后便是狂喜 他没有想到萧九安回来了 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这个给他撑腰的男人回来了 他再也不用对人妥协 更不用为了保全自己露出真容了 萧九安 凤其站在台上 手上还握着 手上还握着季云开的面具 然而面具的主人却忘了他 只呆呆地看着殿中的那个男人 燕北王 你 你居然来了 天舞公主 天舞公主仍旧趴在地上 凤其那一脚用了七成的力道 天舞公主根本起不来 皇上 晨来迟了 还望皇上见谅 萧九安步入殿中 一板一眼地给皇上行了个礼 你 你 回来就好 皇上受到的惊吓是所有人当中最大的 他根本没有收到萧九安离开燕北的消息 也根本没有收到萧九安进京的消息 甚至在萧九安进殿的那一刻 连个通报的太监都没有 人走进宫殿 他才知道萧九安来了 换句话说 萧九安完全瞒过了他的耳目 完全没有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是皇宫如同他家的后花园 想进就进 想来就来 皇上精彩分成的表情 萧九安看到了 萧九安眼眸微垂 闪过一抹嘲讽 傲然地转身 对台上的寄云开道 笑了 指两个字 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燕北王不高兴了 一瞬间 大殿又安静异常 落针可闻 鸡云开缩了缩脖子 后退一步 好巧不巧 他退的方向正好是凤旗所站的位置 一瞬间 一瞬间两人靠得更近了 从侧面看过来像是依偎在一起 楚少将坐在台下 看到这一幕顿时心情大好 不由的专门 不由的专门 不由的专门饮了一杯 果然是一物降一物啊 季云开在我面前 到了燕北王面前 还不是乖得如同小猫一样 笑了 别让本王说第二次 萧九安的语气不变 表情不变 但周身的冷气却更强了 不需要外人说 季云开就知道 萧九安不高兴了 反应过来后 季云开也知自己犯了错 当即不敢言语 提起裙摆 乖乖地走了下指 凤旗没有说话 他握着季云开的面具 站在原地没有动 脸上的笑容也没有变 从台上走下来 这一段路不算长 但这一刻在众人眼中 这一段路却很长很长 在场所有人 包括皇上都没有言语 大家都齐齐地看着季云开 看着他走到萧九安面前 王爷 季云开站在萧九安面前 轻轻地唤着 明亮的眸子亮晶晶的 满眼都是萧九安 萧九安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季云开 看得季云开头皮发麻 也看得在场众人心生不安 蠢女人 萧九安低声骂了一句 抬手挥向季云开的脸 见萧九安突然抬手 在场众人心中结实一正 有几个胆小的 甚至闭上眼 不敢去看 燕北王当众打女人 这种画面 他们还是不看为妙 就在众人以为 萧九安要出手 打季云开之际 萧九安却缓缓地 将手放在 季云开的脸上 指负清楚 季云开的侧脸 是谁伤了你 季云开的侧脸 有一道血痕 是刚刚天舞公主 将剑置向她时划伤的 季云开身子一颤 却没有推开萧九安 而是轻轻摇了摇头 一点小伤 没事 她本以为 萧九安会因她和 凤琪站在一起而生气 却不想 萧九安最先关心的 却是她脸上的伤 这个男人 有时候真让人讨厌 可有时候 也真让人 无法不喜欢 季云开忘了躲避 也忘了四周坐着的人 这一瞬间 她的眼里只有她 只有这个 将她放在心上的男人 季云开面上 扬起一抹笑 上前一步 将两人的距离 拉得更近 本集播讲完毕 不过也是不是 别急 下集马上就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